新北環狀縣捷運受到強症影響 阪新站道中原站間 鋼香樑出現了局部錯位 營運採取三階段復始 中和站道大平臨站 預計四月八號上班期間恢復 至於受損嚴重的中原站道 阪新站要持續檢測 檢討補牆 確認安全沒有問題 才會開放 另外新北市土城延集街公寓 也受到了地震波及損壞 昨天進行預防性的撤離 民眾今天也回家打包重要的物品 街坊車一到 民眾依序上車 花蓮七點二強震 新北環狀縣也受到影響 中原站道阪新站 有鋼香人位移的情況 三日緊急停止後 下午恢復局部通車 市府也緊急協調公車業者 加開免費街坊公車 這個廉價本來也有安排 要去綜合一些地方 但是呢就是現在確實 就會沒有辦法 那公車比較不方便 民眾直呼沒了捷運不方便 新北環狀縣規劃三階段恢復營運 目前已達成第一階段 板橋站到新北產業園區 單線雙向運行 第二階段中和站到大平林站 則希望在四月八日上班期間恢復 至於第三階段 因為中原段到板新段 鋼香糧錯位問題 邀請專家學者不斷檢測 確認安全無疑才會開放 確認安全無疑才會開放 分三階段做好交通運輸 新北環狀縣才能恢復通車 這段時間市府也啟動免費公車接駁 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二點 江峰時間十到十五分鐘 離峰二十到三十分鐘 要降低通勤組不便 公寓周圍拉起封鎖線 民眾抓緊時間 打包重要物品 受到地震波及 新北土城沿濟街公寓受損 牆壁上布滿大大小小的裂縫 雖然塗目計時檢測 部分安全沒有問題 民眾還是不敢回去 住在裡面覺得心驚膽跳的 雖然說建工師說可以 可以住 但是其實還是會有點怕怕的 那我們只是把要用的東西 拿著 衣服拿著 那也不知道何去何從 問他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不知道 有家歸不得要等結構技師 進一步安全評估 要住戶抱怨 臨時收容只提供一天 但社會局澄清 到四月九日前 都有提供臨時收容服務 接著黃帆 全部由謝正琳 新北報導